好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 今天实弹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魔术战宝的话呢 是来自于网1TDRR的个数 不好意思啊 最近又更新的比较的少 主要是这猴眼他妈的又又犯了 所以的话呢 想要喉咙休息一下 二楼的话呢 选手方面首先是一个数字选手 叫做齐天大圣 在GW的12点 然后在11点钟位置的话呢 是ID为犀牛的王林 是这个齐天大圣的大党 然后他们的对手方面的话呢 是这边四哥 无法在王林GW的4点钟位置 然后在那个6点钟位置的话呢 是Yumiko Yumiko用帕丁的手法 这是要准备针对对方的王林了 但是手法帕丁的话呢 而且搭档是王林的来说的话呢 呃 比较糟糕 更感觉比较糟糕 因为王林的话队友是王林 你又不能给队友加血 你只能给自己单位加血 这意思是你像你的我像我的对吧 呃 这边犀牛的话呢 这剑升比较的快 出来就能买装备 那是先去骚扰 直接就能买道具 那是直接去骚扰的意思了 啊 这边苦弓侦察的话呢 也是发现了这个四哥 啊 这边农民侦察的话呢 是发现了对方的这个王林 呃 不过一般来说这二二队友的话呢 就在隔壁 所以的话 你在这里发现了王林 这边没有了 那你这个队友 他的队友可能在这边 啊 统里 那边苦弓的话呢 发现这边是王林 那应该是 这边就是人 DK这里练击 333 那边健身的话呢 是已经练了一个宝物 过来了 直接8C收掉 宝物也不会给你机会抢的 那边帕拉丁的话呢 也是练了一个333 这里的话呢 为什么让这个帕拉丁扛伤害啊 这帕拉丁有奶的 你让佛特曼扛嘛 佛特曼扛 你待会儿奶一下佛特曼就是了 然后地图中间的话呢 是泉水 生命拳 那就是对 这个受阻 以及王林这边来说 是比较有利的 以及王林这边来说 是比较有利的 那就是对 站住中间的泉水来打的话呢 这是两家都站住中间的情况的话呢 尼加站着跟人家对面两个人刚的话呢 那肯定是没用的 爬丁这里稍微 血圈站一站 血就恢复好了 回复好了 神光来一发 DKC一发 商户抵消了这个伤害 哎 哦呦 这一米扣都为啥 在这里是围住了一个对方的狮猪 而且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不可能破口 又站着生命拳 天生来了 这个蛇死哥也来了 那我感觉这边兽子时候有点问题啊 因为追求 快科技的话呢 好 那边又搞死个蜘蛛 而且这个时候剑圣是被围住了 剑圣也挂 这瞬间是异常的斑 而且这个亡灵的DK 就是犀牛的DK的话呢 也是被围住了 有了 有了一米扣在 死哥再也不用担心围杀了 好 这里只能是慢慢先复活剑圣 然后这里BS 虽然就是有点不懂 这个 兽子为了追求如此快的科技 导致自己前期大忌这么少 是闹的什么鬼 而且就是这个大忌的钱省下来的话呢 应该也是为了这个出两本剑圣 但是我感觉大忌的话呢 是在2v2当中挺重要的一个病毒 肉盾呢 比佛特曼要多好多血啊 多要多280点血 就升了一下这个之后 升了一下这个之后 升了一下那个啥玩意之后的话呢 还要再多100血 就非常多的血 RBL当中相当好的一个肉盾 这边这个蜘蛛的话呢 看来要隔屁了 先升到2级 如果的话呢 你也是要交出一个蜘蛛的代价 然后DK是升到了3级 这下我一发Z就能难门这个蜘蛛了 再也不用担心这个 翔的量不够 这边有没有够的话呢 看来是对王军的家里套 有所想法 王军是补了BH 然后这个DK的话呢 灭了个头环 这练习好辛苦啊 这练习好辛苦啊 三级的帕拉丁 这里有单船 买了个骷髅棒 看来的话呢 应该是等会准备要到 王军家里头搞一搞了 受阻这个练习 真的不觉得太辛苦了吗 你为了一个打击 甚至狂暴力量 我对王军家里套 我对王军家里套 有个牧场 我对王军家里套 身上有个神喵带 神喵带这玩意的话可有可恶的玩意 这几个角蓝的话一直在王林家门口各种的巡逻 这里看到一个蜘蛛 看一下这里会掉什么样的宝握 加速手套一个这全是剑圣装备 剑圣套装 我们现在看一下大家当前人口吧 当前人口方面的话 七天大生以及犀牛的话呢 都是达到了50人口 然后游民口的话呢42人口 人口率低 这也是 游民口是为了等对方这个提科技 终于等到你提科技了 咱来了 帕尔丁单传过来 直接圣光照死一个 这要三级的这个帕尔丁的话呢 摸一下状况再照一下就死了 我们也看到尸民口的话呢 是从主抗那边敲 敲了一大波民兵敲到自己队友那边去 敲到四哥那边去 协助防守一下 敲到四哥那边去 敲敲民兵力量大大大 好,这一清清的话,升到了三级 怂怂怂怂怂 而且,这边犀牛的话,一起立体升了冰桥 所以这群农民上去的话,有点怂的感觉 二发的大阳士,出的是破法 就是哭了一招 再把你人口打掉一个 其实你把这个人口打掉再回去会比较好 因为这样的话呢对手就应该补不了 补不了农民了 补不了农民的话呢 那你这个优势无从大 大法师是被自己的单位被自己的农民卡在里头 但是你看一下这边的话阵型调整好 死哥这边骷髅数量非常的多 你这唯一的破法 哎呀后面大法师表示很开心 这边的包困雪笑着 哎四哥的DK被围住了 这暴风雪的话呢不知道是帮对面还是帮自己破壳的 但是云口这边真的没什么冰啊 富特曼的话呢基本上已经死光了 只剩两个破法 不过这帕拉宾有点凶 帕拉宾表示我有无敌我怕谁 但是那边受责的话呢应该也是 肩大增的这个受责这边的话呢 也是因为 哦呦呦这一帮弄啊 干掉这个DK 这也是没交 没有TP的 而且尴尬的话呢 只有一个4-3 因为前面估计人口卡住了 看一下这个犀牛的话呢 当前也不用带这个人口了 这单位死了这么多 哇全面全面 犀牛这边是全面 因为少了这边TP的关系 所有 全面 这穷的连金黄盖子都摆不下去了 这边已经是放弃了游戏 好了那么恭喜一下这个 四哥和玉米狗的话呢 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一个神价 本场比赛的话呢 呃这里 应该要是说是 四哥和玉米很好的利用这个 四哥家里的一个防御体系 是防御住对方两波的一个共识 等待玉米狗的一个救援 而玉米狗的 这波骚扰王林的一个主矿 就是王林这边呢 就是骚扰这个犀牛这里的话呢 应该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是全面了几乎对方所有的四身 然后拆掉金黄盖子 当然如果就还留了个四身 因为那个四身跑出去 呃 如果就是能全面对方四身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 而且就是呃 再打掉一个人口 那对方的王林的话呢 那如果 对方王林在那波打不下啊 就是王林和瘦祖在那波打不下来的话呢 那就彻底崩了 因为没有人口 没有四身情况下的话呢 王林是没有办法补补充经济的 呃 那就一下子会等于等于就是一家打两家的一个局面 好 好那我们最终来看一下 呃 音乐弹机方面四哥这边是四级DK三级力取一级的这个小强 啊 小强有出来过吗 然后 因为我这边的话呢 是四级爬定两级大法师 然后 这里 呃 起跳大声的话呢 三级剑圣两级小歪 呃 洗牛的话呢 是三级DK两级力取 好 那我们今天场魔术战报的话呢 就先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